你就是想留住我 然后强忍着心中的不适 虚心假意的告白 我知道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傅九云啊 一个高深莫测 身在云端的仙人 又怎么能够轻易地 爱上一个人呢 是真的 惦记了好几天的 不要多吃几个啊 小川 能这样跟你好好吃顿饭 真好 来 给我喝一杯 你最近是怎么了 老说这种动情的小儿女话 你想让我怎么回应你啊 小儿女话怎么了 我又不希望你爱我 更不需要你回应我什么 醉了 让我留下哪儿 若你像我一样 守护一个人这么久 你就会了解我 我是真的 真的希望你能幸福 别每天总是背负着哀伤 快快乐乐地在这世上 无忧无虑的 无忧无虑 对 无忧无虑 我也好想无忧无虑 傻瓜 无忧无虑 你留在这儿呼他周全 明白了吗 不用担心 这季神仙罪只会让你睡上几日 帮助你尽养身体 我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世上有一种叫灵灯的法器 它能收容妖魔的灵力 若是点亮它 更能够收取这十里八荒的 所有妖魔的灵力 只是 只是要点燃它 你就要和它沉定血气 最若必是一灵纪灯灰飞烟灭啊 血气一旦结下 灵灯被点亮 再无回头的可能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为何准备好了 这里 我准备好了 三十八荒的灵力 还准备好了 快走 那些蓝火 你不必须了 你能够洗 cuenta 我呢 快走 我去思考 你不需要 由 你不需要 而第四个灵灵 就是你自己 左下的云天不够无地 你们一哥也跑不了 去吧 要走 要走 你快走